三年前 我 因為一場戀愛 我幾乎失去了所有 最深的祝福給這一個 我曾經最愛的人 我不是第三者 那個跟隨唐有關 轟轟烈烈的美工刀事件 應該不用跟大家複習了吧 在隨唐的魔咒之下 王欣霖可能跟姚元昊修成正果嗎 我們找來紫薇命理專家 詹維中算天命 我覺得他們是滿合的 因為他們兩個人本身都屬狗 互相的興趣 想法 觀念 都是加分的 但重點是在於 他到底會不會結婚呢 王欣霖本身農曆是七月生的 他在陽年的時候 天窑入大運 對望比較高 姚元昊來說 可能這樣的機率想法沒那麼高 兩個的夫妻緣分 猴年來看是極多於兇 猴年的年底到姬年 是結婚的大好機會 那麼是有人想娶她 那姬年的姚元昊 離鄉背景出門在外 一觸即發 結婚慾望會提高很高 所以兩個再煎熬個半年九個月 我覺得到了明年就可以 結婚囉